满机的广告布条随处可见 拆除后送到土埋场 或任意丢弃都不环保 此季志工受邀将原本废弃的广告布条 重新赋予它价值 发起人是吉隆坡当地的一对 实业家夫妻党 推动活动的背后是源自一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那边写着 延长雾命 我看到这个字 我就记得 哇 那个慈悲心 不是对有生命的东西 有感觉 有责任 而是连物品 都会想到要延长它的悟命 除了免费提供缝制环保带教学 谢月丽远先生也希望与自己合作 协助贫困家庭自力更生 我们在马来西亚头顶做别人的天 想赞助别人的地 我是想讲在以起职社会用职社会 当然在公司方面也成立了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决定建筑100台的缝纫机 通过刺激来帮助这个平复 经营也不忘社会责任 蔡水春夫复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环保与慈善 期许能够带动其他企业一起来响应 大约新闻真山美志工林兴来 马来西亚报导 没有啦 没有啦